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没有教练的指导下 凭着一股热忱 与自己的意志 一直走到了现在 那我小时候就是 一间梦想说 如果长大的话 就是可以替国家争光 在20岁时 与自己的努力 与过人的意志力 已经是入选国家的代表队 想追求更好 更卓越 便独自一人 前往欧洲 超职业网球前进 打下好的基础 超着梦想迈进 父母因为不是接触网球 知道吗 然后因为我的领口复学 就是通知我三次 父母就说 就是不让我打 你叫我回来 所以那时候回来 其实基本上是很低潮 面对人的最大挫折与低潮 坚持着自己热爱网球 与卫台争光的梦想 仍然在网球这块路上 持续着坚持自己的网球理想 持续着对网球热爱 并持续的训练与教学 寻找着各种能够付出的机会 我在台湾已经停了很多年了 刚好在29岁台北市政府 好像是办一个台北富巴马拉松 然后就告诉我自己 如果我今天去跑那个42.195 如果让我跑完 因为全程是跑完 全程是六个钟头 如果让我跑完的话 我就跑 我就参加第二次复出 准备付出的期间 也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技术 传达给更多喜爱网球的人们 我运动本来只是为了想要 就是想减减肥 平常有个运动 怎么晓得他这么认真 然后就是很吃力你知道吗 很吃力 除了平时需要做好教练一职 也身兼宏福网球俱乐部会长 在比赛前夕 才会加强自己的练习时间 那我现在已经44岁了 那我觉得说 我最初衷还是想为国争光 那我想把运动员的这个精神 跟这个价值 我觉得如果我还可以 就是我还可以跑得动的话 那我希望说 想要再完成 我之前没有完成的梦想 为自己而活 在2013年 40多岁的无仪境教练 独身前往中国业余青年赛事 面对环境与年龄上的劣势 独自一人面对着一整个国家的压力 最终得到了中国业余赛事排名第一的女子冠军头衔 我年轻的时候 中间错失很多姻缘 我没有走上职业这条路 但是我现在已经就是快迈路44岁 但是我现在还有这个机会 还可以 有机会可以再打职业双打这条路 我想基本上 我是非常感恩我的父母 站在家长的立场 一个孩子是已经40多岁 还能够在球场上奔驰 他所要的不是只有冠军 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把他的技术 把他的经验 把他所得到的很可贵的球技传承起来 我觉得说时下的年轻人 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一进 这个是可以做很好的榜样 不管从事什么行业 只要你有心 就可以完成 你们自己每个人心中的目标 而且更重要就是要永不放弃 然后靠着自己意志力 然后走完 每一个人所心目中的梦想 亲爱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